狗子站在河岸 回想着那场大雨过后的场景 仿佛事情总是发生在于今天 产生着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 而鸭子们大有所不同 变大的河水嬉戏的如此开心 雨后的清晨 安娜为了防此今后不必要的事情发生 从这条河过去对面建造新的木屋 先放一块木板 横搭过去对面 是走过去第一遍的时候 脑海中一直回想着 之前一场大雨经历过的事情 为了事情不再次发生 安娜拿起木板 接着继续搭建木屋 她也没有停下来休息的意思 先把地板需要用上的木板整理一遍 表面不光滑的就用工具把它抛光 看到这一幕 叔叔阿姨们 肯定是有点好奇了 这地方怎么会有电呢 不会是假的吧 对吧 您是不知道呀 电能安娜早已在不远处 安装好了的发电机系统了 不仅晚上还能用上的灯光 白天多余的电能 还可以这样使用 真心的很不错呢 安娜一早上 抛光了很多的木板 一早上过去了 大概需要用上的木板 终于快要完成了 劳累的安娜 偶尔也停下手中的火 坐下来休息一下 没想到我还以为 她休息需要很久 就一会儿的时间都不到 安娜接着继续把手中的火干完 也就忙到了傍晚 打开灯光 依然一定要完成 今天的抛光选取木板材料任务 这样一来 第二天才好铺上完美的地板 第二天 安娜先把锯子拿出来保养一下 待一会儿需要用上它来工作 毕竟精细化的锯取木板 需要更换一下锯刀圆角形锯齿 卸下原来的锯刀 更换好新的锯链 复卫好锯盖 测试好锯子 安娜拿起邮锯 来到木屋基地 准备给木屋安装地板 支撑木板的衡量 才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先用尺子测量框架的距离 准备先切出支撑梁设计出来 数学的统筹计算安排 可以使安娜减省大量时间 把木条量好合适的长度 把它全部锯掉多余的部分 有了好的工具 可以让安娜更快地搭建木屋过程 主体框架上 提前做好凹槽 把需要用到的木条两头做出损头就可以了 把木头运回木屋里 劳累的安娜 满脸大汗 偶尔擦汗的动作才能表现出来 下一步开始安装衡量 把设计制作好的支撑衡量 先安装到框架上 两头的吻合口 彰显了安娜理解数学的精确检查重要性 过不了多久 安娜把衡量全部组装完毕 看着眼前满意的劳动成果 安娜开心地向着孩子 仿佛回到了18岁那年春天 是走在上面测试一下衡量的抗压度 安娜接着才放心开始下一步的工作 把设计处理好的每块木板 平铺在支撑衡量上面 把边角突出的位置量出来后 把它全部锯掉 在木板上面画好线条 用手工锯把多余的部分锯掉 木板就可以严丝合缝地 安装在框架上面了 铺好全部木板之后 利用墨斗把多余的部分 弹出一条黑线 方便后续锯掉多余的部分 先用钉子固定好每一块木板 两边都要钉上钉子 确保木板的牢固性 用锯子把多余的边角全部锯掉 为了更好的安装效果 把堆积的木板搬运放在一旁 沉重的木板 也耗费了安娜两碗米饭的能量了 接着继续铺上另一半的地板铺设 历经一天的忙碌 总算把地板全部铺好了 忙碌的傍晚 听着敲打铁钉声 画上了一个句号 忙完了一切 安娜开心幸福地像个孩子 在铺好的地板上玩耍体验新的木屋 别人还在荒野搭建庇护所时 安娜早已开始建造了第三套木屋 还在山上种植了蔬果黄瓜 小黄每次坐在河边 回想着小狗的陪伴美好时光 眼前这条熟悉的河流 都会产生熟悉的恐惧 跟着主人去山里摘黄瓜 跟着主人一起建造木屋 一场大雨过后 安娜急忙赶了赶过去 但一切都晚了 小黄再也回不来了 如今只看见小鸡跟鸡妈妈 在河边着实和鸭子 在水里游玩 如今这画面 一场雨过后的两只狗 变成一只狗 孤独的狗子 坐在同伴消失的位置 一直呆愣心情也是非常低落 安娜先把小黄安顿好 舍不得又不甘心的画面 一直重复着小黄成长的画面 狗死不能复生 安娜只好先把它给埋了 夜晚一直安慰着狗子 不要伤心难过 虽然小黄离开了我们 我们现在还不是伤心难过的时候 我们需要加快第三个木屋建造才行 以免这样的事情重复发生 第二天清晨 太阳依然从东边升起 安娜依然还是需要完成家务事之后 接着继续建造新的木屋 虽然最近一直下雨 但是安娜从来没有闲着 蹭着雨停后的天气制作一些木板 拿来搭建木屋的门口平台 因为木板昨天是提前制作好的 现在制作搭建起来非常的方便 只需把良好的木板铺设到平台上面即可 先把需要用上的木板转运过去 劳累辛苦的安娜 无意中擦了把汗 表现出虽然辛苦 但并满足快乐着 拿起一包铁钉 开始准备固定工作 铺盖木板的过程中 安娜眼中 一点也容不下一丝的不完美 直接拿起电弓堆抱平整 接着继续铺设木板 把铺好的木板 把每个连接点两头盯上钉子 光锤钉子的工作量 也耗费了安娜一下午时间呢 虽然工作枯燥无趣 还好安娜想着 马上就要住上新的木屋了 累的时候 立马坐上自我调节 还在木屋平台里玩耍跳跃 要是有一群大妈 一群跟着跳广场舞 不知安娜有多开心 可惜这里没有广场舞 只有宁静和孤独 终于平台的地板总算完工了 接着下一步准备安装墙壁 这工程看得出来有点大 还有点麻烦 安娜为了能够住上新的木屋 每步骤的木屋建造 都有不一样的新挑战 先把木板测量好 接着把木板叠堆在一起 一次性切掉多余的部分 下一步开始把木板安装墙壁上 用铁钉固定好即可 远离喧哗的生活 随着小黄多的离开之后 安娜鼓起勇气 再一次回归了平静的生活 呆愣的狗子 时常坐在河边回想着自己的同伴 表情再也没有从前那般快乐了 看着鸡鸭 每天成群在院子里玩耍着实 也给安娜生活带来了许多的欢乐 日久安娜的心 逐渐变回寻常轨道生活 起床后的安娜 准备开始新的一天建造之旅 准备接着把昨天没完成的墙壁安装好 前面的安装 使后面的工作更加的顺利 先用电锯把多余的木板切掉 按昨天的铺盖叠放步骤 接着继续把木板固定安装在框架上 先安装出侧面支撑木板墙壁 方便提升下一步的安装效率 把需要用到的木板全部搬运过来 按顺序的从下往上叠放固定好即可 这一面墙铺盖好之后 窗口的形状开始显现出来 这是木屋该有的样子 今天窗口和大门的安装设计 整整耗费安娜一天时间 傍晚的深夜 宁静的大山里只见着木工的安娜 在灯光下劳动 看似极其有点可怜无人帮助 其实大家不必担心 由此安娜这才是最享受的荒野独居生活 第二天清晨 鸭子们在河边游玩 想不开的狗子在壁炉火边伤心着 什么时候她的同伴才能回到她身边 狗子想再多也没用了的 该离开都会离开 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新的一天开始了 咱们还得接着继续新的一天生活 还没建造完成的木屋工程 安娜也开始了新的建造挑战 由于昨天把木屋的窗子位置都设计好了 今天一半的时间主要放在窗子安装设计方面 先铺盖大门设计出来 大门和窗子 粉丝们都帮忙安排设计订购好了 功劳粉丝们都有份 苦劳的压力给到安娜这边 扛过来虽累 安娜擦汗的动作可以看得出来 安装出看看的玻璃门窗 安娜辛苦中并带着快乐 应该不久的几天之后的日子里 应该马上就可以搬进去住了 想想内心就很开心 终于连夜赶工 把所有的窗子都设计安装完毕 雨后的清晨田园间 鸭子们如同昨天般的细水游玩着 每天可以看得出 鸭子的成长如此迅速 蹭着一场雨过后 散发着一丝的炎热夏天天气 安娜赶紧先去木屋里 把卫生打扫了个遍 在这整洁的屋内 装修着大门就是舒服许多 一眼看去 这木屋被安娜盖得真心漂亮 夏天后的天气比较闷热 汗流浃背的安娜 也闲不住手中的活 接着继续安装 昨天没完成的窗户和门 安装好横梁 把半块窗户 先安装在横梁上 由于选择平推式的结构 发现装上去窗子有点放不进去 接着继续把多余的削平 经过几次的实验不断安装 终于设计的位置之差 完美吻合了 尝试开关几次窗户之后 没有发现一点问题的存在 顾不上休息 安娜准备安装木门 木门是粉丝们帮忙提前定制好的 只需要把木门安装固定好即可 把木门的抽头 插入地上的抽头就可以了 当然门框的结构是固定的 所以顶部要提前做好卡槽 只需把抽头放入卡槽里即可 再给门扇子顶部 封上设计好的横梁 钉上螺丝固定好 保证了木屋开关门时 门板不会掉下来 装好了大门 安娜开关大门检验一下是否合格 听着动人的嘎吱声 兴奋喜悦的表情 开心地像个孩子 发现问题及时更改 用木箫固定起来 连窗户也一起全部安排上 这样一来 使门窗外观更加的漂亮好看 经过半个月得付出 木屋整体结构 终于基本就这样完工了 完工得了的木屋 犹如一件艺术品 擦掉脸颊的汗水 安娜又开始忙碌了起来 毕竟房子上面还没完整安装出来 先测量好需要木板长度的位置 把木板先切出合适的长度 多情的阿皇 紧紧地陪伴安娜 本以为好意地关心一下安娜的辛苦 殊不知却成为安娜安装顶梁的阻碍的主要原因 为了更快完工 安娜只好把多情的阿皇抱放一旁 接着继续爬了上去 把木板固定好 终于到了深夜 木屋全部的整体都安装完毕了 今晚安娜终于可以安心地睡个美梦的觉了 第二天 新的一天开始了 当你体会到了艰难和辛苦的时候 品尝到努力后的甜美果实 新的一天木屋建造 你才会得到更好的经验和满足 今天安娜主要任务 制作一个损莽结构的木体 为了仿此重复悲剧重演 这回安娜耗费了不少的工程和人力时间呢 安娜打开窗户 让刚装修好的室内更好的通风 新鲜的空气很快就吹散了室内的意味 搬来一个台梯 爬了上去 先测量好长度 要是位置的长度量得不好 那么接下来的工作肯定是很麻烦的 木板切长了也不行 切短了也不能用 测量工作对于安娜来说 小菜一叠 而且爬上去老高了 城里的美女们看着都害怕吧 安娜不同 不仅敢爬上去 还能在上面装修工作呢 真是女儿身却是带有男儿胆压 把木板安装了上去 线路的架设也丝毫不含糊 采用隐藏式的装饰方式 在木板留好孔的地方 把线路铺设在木板后面 这样才使外观看起来更加美观不杂乱 木板两头每个连接点搭上长一点的宫螺丝 确保木板固定的牢固性 和刘加倍的安娜顺着脸颊低落在木板上 证明了安娜的幸苦才换来了美观的木屋 接下来也是叔叔阿姨们 不断地在夸赞安娜有多厉害有多能干了 狭小的工作空间 也阻挡不了安娜固定木板的铺设 远听着薛木刀声和大螺丝声 一早上到下午时间 一半的木板铺设终于完成得差不多了 接下来开始固定另一半的木板铺设 同样的方法 同样的铺设方式 但不同的是经验和结果 突然 一阵狂风暴雨即将来临 看着树木被吹得摇摆如此疯狂 这风力大概十几左右 安娜早就猜到会经历这么一天 可这一天来得有点快了 还好这栋木屋不仅耐风吹 雨下再大 安娜再也不用担心了 安全措施方面 安娜早已安排到位 雨停之后 还得尽快装修好才行 早点搬进来住 今后才更加安全 由于昨天刮风又下雨的 安娜不得不先搁置手中的工作 美好的一天 迎来了好的天气 难得了今天是个好的晴天 安娜为了更快的完工 蹭着老天爷没下雨的时间断理 今天打算给房子制作木门锁 昨晚那长雨下得可真不小 看着河里的水就可以看得出来了 昨晚下完雨之后 发电机多多少少出了点故障了 要是昨晚电灯能量等化 安娜应该把制作木门锁制作完成 今天被长雨逼的 不得不去发电站位置那里 检查一下是什么个情况 河道里长满了河水 爆肠的河水 把安娜的独木桥全淹没了 仿佛在默默着提醒安娜 是时候搭建一个牢固的过河桥了 趁着雨停的时间里 安娜急忙过去看看发电机 要不然今晚又没有电灯用了 虽然河边水位下降变小了一点 狗子内心还是多多少少有点恐惧 但又不得不跟进主人的脚步 宁可被河水冲跑 也不愿意做一只捞狗 安娜寻找着不见得一群鸭子同时 顺路走到发电站位置 真的是 里面全被树叶堵住了 发电机已经无法转动了 这水流再大 也没多大用处了呀 安娜赶紧把里面的杂物清理干净 清理这些垃圾果然耗费了不少时间 要是电路系统没出故障 估计现在安娜制作牧所都快好了吧 蹭着天气变好 把昨晚制作牧所制作到一半的今天 赶紧把它完成安装了 装好了木门锁之后 这效果真的很不错 刮风下雨 再也不担心雨水飘进来了 门窗一关 雨下它三天三夜都无所谓了 晚上的田园夜景也很不错 明亮着灯光照亮着漂亮的木屋 这难道不就是 大家都想拥有的田园生活吗 安娜感觉刚建造好的木屋 感觉有点单调 想了一夜的想法 终于想出了一个更好办法 打算在木屋旁边挖一个鱼塘 这样以后再也不担心 雨养在河里被大水冲走的风险了 以后鸭子也可以在上面游玩 真是个两全其美的事情 说干就干 一大早 安娜先把装备那些准备好 把不够锋利的配刀 先磨刀锋利先 把地基平面的草处干净 无聊的狗子 只能呆愣看着安娜在那里劳动工作 啥也没帮到什么忙 真是苦了安娜了 要是这时候有个男人帮忙 应该是个很不错的事情 可惜了 安娜还是个单身的 把草除干净之后 准备开始动工了 有了木桩的定位 工作的步骤方法就好操作了 先用锄头挖出地基的鱼池 大盖形状 然后使用铁铲 慢慢地挖开泥土 对于安娜外表这么柔弱的女孩子来说 这么大的工程工作量 看起来是一件不可能一人完成的任务 泥土非常硬 铁锹挖下去的时候 只能挖开一丢点泥土出来 为了更好的挖开泥土操作 和手拿工具的疼痛感 安娜一边工作着 一边不断摸索工作操作方法策略 利用铁棒先把它挖松软 泥土松软之后才好挖出来 再用铁铲把泥土挖出去 苦累的工作量使安娜越干越累 时间一久 安娜满身汗流加倍 擦了擦汗这样的苦活 还得继续干 好几个小时过去 鱼池的整体坑位总算是有模有样的了 打算是要准备精修挖下去的 没想到老天爷又下起雨来 经过一夜的一场雨过后 还没完整修好的鱼池开始积水 这点积水量 也没阻碍到安娜的操作上的一丁点问题 鱼池修整完工之后 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安装水路系统 只要把新的竹筒 重新安装上去即可 清澈的自来水 慢慢地流向鱼池 很快鱼池就开始积满了水 安娜在等待鱼池水没满之前 也没闲着 一边设计着鱼池边的外观 一边挖松旁边的泥地 今后还可以种点蔬果青菜之类的 那么这样的鱼池大家喜欢吗 要是你也拥有这样的鱼池 你想放养些什么鱼最合适呢 安娜为了完成狗子心中小小的梦想 也想让狗子拥有一个温暖的家庭 安娜去市集里购买一些小鱼回来 顺便也买了好几只可爱的小狗来养着 平时狗子每天独自一狗坐在门口 都是很呆愣的 这回有了好几只小狗陪伴玩耍 以后应该每天都是快乐着了吧 在深山幽谷中住着就是有点不方便 顺着河流上走 不知走了多久 才回到田园中呢 炎热的夏天 安娜走累了 不得不先在树下歇息一会儿 看着背楼里的可爱小狗 看着周围狗生地不熟的 窝在背楼里摄摄发抖来着 还好安娜懂得狗心 顺便先让小狗尝尝大山里清甜的河水 歇息够了之后 接着继续赶回家的路上 炎热的大太阳之下 终于到家了 赶紧躲在屋檐下 把背楼里的小狗一支支地抱了出来 安娜真的有心了 对小狗那么好 长这么大 我从来都没被安娜抱过呢 呵呵 开个小玩笑 接着安娜从背楼里拿出一袋院 把他们全部放养在鱼池里 从旁边抱了好几捆干草 用火把它们烧成灰 这样一来 使地里的泥土更加的肥沃 种下瓜果蔬菜 简直好的不要不要的 把菜园地里铺平 撒上青菜的种子 打上一桶水 把菜园浇灌了一遍 青菜的种子已播种完毕 下一步 安娜终于可以安心继续搭建下一个木屋了 很多叔叔阿姨们 肯定有很多疑问了 都干了这么多活了 不应该先去休息 享受着山谷中的田园生活吗 其实大家不必担心 安娜每天搭建新的木屋 就是最享受的田园生活了 想要过上更好的荒野生活 您得勤快又能干才行 安娜去山上砍竹子的时候 还遇见了一窝黄蜂 要是被这小家伙遮一下 那肯定痛好几天了 我小时经常去捅这样的黄蜂窝 被遮得脸上肿得不像人样 还好安娜早就发现了 砍竹子的时候 非常得小心的呢 材料都准备就绪 接下来就是开始设计搭建 毕竟今天真正意义的事情上 还没有正式开始呢 把木材量好 发动邮具开始了今天的工作 顺着标记点切开木头 终于切好四根支撑主粮 接着继续设计 挖出每根柱子的卡勺 下一步开始挖坑 在地面打了四个坑的地基 每挖下去的一个动作力量 都耗费安娜不少的体力 看着汗流满面的安娜 单身的我们鱼心河人 自强的安娜 并没有停下来休息的意思 毕竟后面还有一堆干不完的活 等着安娜去做呢 擦去汗水 也顾不上休息一会儿 把设计好的四根主粮支撑 插进每个土坑里 用竹片当做尺子测量 对比一下位置 确定没问题之后 坑边利用泥石块填满加固 架起木屋横梁 把上面的框架组装完整 底部也铺设木头 一下午过去 木屋的整体框架 总算是有模有样的了 好看又能干的安娜 不仅挖了鱼池 养着一群生猛的鱼儿 还在田园中养了鸡鸭 连狗子也养了好几条呢 此时院子里的氛围 瞬间热闹了起来 这也是很多叔叔阿姨们 最羡慕的荒野独居吧 早上起床 安娜第一时间先忙完家务事 先把需要用上的柴火 全部劈完 小狗跟着小猫的关系 越来越复杂了 两只小家伙玩得如此开心呢 安娜看着他们玩得那么乐呵 内心也是比较开心 劈完了柴火 接着又去喂食鸡鸭 这一群鸡 已经生出了好多小鸡了 我还记得开始养的时候 才几只小鸡和一只公鸡呢 现在都一大群了 时间也真是过得很快 还有河边的一群小鸭子 在那里细水游玩得那么欢乐 只有小狗还在懒懒地睡在窝里 看着憨得可爱呢 接着安娜又去整理菜园 从鱼池里打水 把菜园浇灌了个遍 把盆栽里的茄子苗 也转移到菜地里 这样才使茄子苗 更好的生长开花结果 之前种的红薯应该成熟了 今天安娜打算挖一点红薯来吃 红薯疼还可以拿来喂食鸡鸭 真是个两全其美的事情 收获可真不小 看起不大不小刚刚好 接着安娜又重新翻种一遍 下一季还可接着有新鲜的红薯吃 鱼池旁边土地比较湿润肥沃一些 安娜打算也种一点红薯在这里 把位置的泥土挖好 撒上木碎 这样可以更好使红薯快速生长 终于家务事 今天总算完成得差不多了 今天的任务才刚开始 安娜打算给木屋设计围栏 以免晚上不小心 从门口那里掉下来就不好了 安全很重要 安装围栏之后 木屋的外观比之前 也是更加的漂亮许多 安娜先把今天挖的红薯洗干净之后 拿去蒸了 接着带着狗子上山去 把需要的木材砍了回来 把树皮剥离干净 用油锯切成合适的长度 活干到一半 红薯煮熟了 安娜肚子也饿了 先吃着自己种的红薯 味道果然不一般 狗子虽然不吃红薯 不过看久了一直流口水 填饱肚子后干活越勇尽 设计思考能力也变强了许多 很快蔚蓝安装好了 微凉的清晨 看似同样的生活方式 实则生活每天都是新的体验 安娜起床第一时间 先切一些红薯液 搅拌米饭之后 拿去投喂鸡鸭 看着这些小家伙 正掌身体的时候呢 抢食的动作 连自己的亲妈都不认识了 看来一夜没进食了的鸡鸭们 肯定饿得慌了 由于在大山里养了这么多的鸡鸭 安娜此时多多少少有点担心 生怕野生的黄皮子黄大仙 来偷鸡之类的 还有越南最流行的 美食大辣条来偷洗油 今天打算把木屋周围 用编制好的竹片全部围起来 这也是以防万一呢 只有把院子里围起来 才能一劳永安逸 还是同样的材料 同样的制作方法 安娜先把制作破开 三下五成七 就等于更多的竹片了 鱼池里的鸣儿 勾引了两只老六的母鸡 前来光顾着 上演着到嘴里 又被她游走了的故事 安娜把材料都全部备好了 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编制 安娜先编制很多的主板出来 蹭着鸭子们 在水里游完的时间段里 赶紧把编制好的竹板围起来 把坑挖好埋上竹竿 顺便也给南瓜藤搭棚 等它长大了 可以长出更多更好的南瓜 为了防此悲剧重演 安娜打算把独木桥两头边固定好 说曹操曹操就到 立马又开始了狂风暴雨模式 还好安娜铺盖水泥及时 要不然发大水的时候 从独木桥上面过 岂不是很危险 可爱的小猫 也是真的可爱 连菜园里 也是种上了想吃的蔬果青菜 萌萌的就这么趴在那里 看着主人认真劳动的样子 简直好得不得了 微凉的清晨 天才萌萌亮不久 安娜起床第一时间 先切好鸡鸭时 刚爆起食物过去 鸡鸭们真是聪明 一窝蜂从十面八方汇聚集中 果然不简单 看见安娜走过来 就知道安娜准备给他们投喂食物了 这些散养的鸡鸭是真的好 个个都是那么的生龙活虎 抢食的动作是那么的生猛 散养的鸡鸭肉质 肯定很香很好吃吧 不知道有没有眼福 看着安娜整一只来补补身体 喂食完了鸡鸭 接下来安娜打算建造一座桥 先把木屋门口摆上上漂亮的花盆 扛起工具盒筒准备出门了 这两个台阶也是昨天制作的 由于昨晚下雨了 今天特意过来检查加固一下 泥沙直接从河里捞上来即可 跟水泥搅拌一起 石头材料也是简单 就地取材 从河里摸出好多石头 一点点的扔出来 再用水泥叠盖好 今天先建造河边两个石吨和水泥板 下一集咱们接着一起看看 安娜是如何搭建桥梁的吧 您看完后 绝对佩服的五体投地 新鲜的空气中 享受着安逸的生活 干着每天忙不完的家务梦想 简直是羡慕又心疼安娜 安娜在河边两岸搭建了两个平台 今天安娜亲手搭建一座木桥 安娜先把材料准备好 用邮具切出想要的长度 把它全部搬运到盖桥的位置 由于木头质量比较好 硬度非常高 建造桥梁的好材料 铁钉都有点不好锤打进去固定 安娜只好用电钻先打好孔 再用铁钉弯弯锤打进去 把制作好的桥架拉过来搭建好 坐着正式就忘记了脚下的河流 全部打湿了安娜的双腿 看着有点心疼 接着安娜又开始搭建第二块桥框 稍微比较沉重 不过还好 还好是安娜的接受重力范围 为了能够让桥梁更加的牢固 安娜选择用木材支撑好 用铁钉固定上 以免发生大水把桥冲走了 接着开始固定桥梁中间交接处 用尺子量好桥梁宽度 此时小猫第一个先光顾着安娜的劳动成果 也许这也算是一种默默的陪伴吧 安娜去切木板 小猫也跟着去 此时附近的小鸡在院子里闲逛着 一点也不害怕安娜吃它们 锯好了木板 又开始固定木板 桥就这样简单地做好了 把支撑的木材取出来 这桥梁的设计 看似简单几块木板搭建而成 实则里面的设计大有学问 不仅选取的木材苛刻 搭建设计方面也是计算非常好 结构的损毛也安排得相当到位 建造好了桥 安娜和狗子坐在上面 正享受着劳动的成果 呼吸着新鲜的空气 这样的景色 你是不是也喜欢 为了防此之前的悲剧重演 第二天清晨 安娜打算加固装修桥梁外观 用木板把桥边固定好 以免人走到桥中间断裂了掉进水里 是安娜还好 要是狗子 那就说不定最终的坏结果了 接着安娜继续铺设路面 从桥口到家门口 要是不铺设一条水泥路 还真有点不好 要是下雨什么的 那鞋子肯定是大把泥巴黏在鞋底了 要是走进屋内 肯定非常不方便 安娜是个讲究卫生的女孩子 这点细节安娜早就想到了 疑似今日准备铺设一条水泥路 从河里捞出很多的细沙 把它搅拌成水泥 铺设到挖好的地面 这条水泥路也不需要铺设那么宽的 只要够安娜一人在上面走过 不弄脏鞋底就行 铺好了水泥 下一步把平面刷 接着在上面铺上鹅卵石 这样看起来更加的美观又不滑 这是个细工活 一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安娜为了更快地完工 要是铺设的水泥地干透了 想在铺设鹅卵石 那肯定是件麻烦的事情 打开灯光 接着继续完成铺设鹅卵石工作 半夜时间总算完工了 休息还剩几天就到冬天了 安娜打算种植一些蔬菜和土豆之类的 新的一天美好的生活开始了 安娜起床第一时间 先去喂食鸡鸭 顺便检查一下窝里的母鸡 下了几个鸡蛋了 当母鸡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安娜抱下来喊吃饭了 实则安娜别有用心 顺手掏了几个鸡蛋当早餐 接着开始到了投喂鱼池里的鱼儿们 小猫坐在池边 心有力而气不足呀 看着鱼儿就在面前欢乐地游着 但又抓不到的样子 小猫的内心肯定很难受吧 安娜忙完了家务事之后 正式开始新的工作任务 把菜园里的泥土挖松软 这看得出来 安娜应该打算种植一些青菜类的 接着抱起好几捆干草 全部平铺在上面 这也是为过冬而准备的 要是不铺上这些干草 等到春天来临 种出来的菜苗 肯定好不到哪里去 可能还被冻伤呢 由于院子里的鸡鸭养得有点多 安娜想着 让种下的青菜长得更好一些 打算把菜园围起来 还没开始呢 鸡和小猫就开始来捣鼓了 要是种好了青菜 那岂不白忙活了 安娜先把围栏支柱买好 然后用竹片绑紧 接下来开始用竹片一点点编制上去 当安娜快把菜园围好的时候 看起来是不是非常的好看 这还得多亏安娜有着一门好手艺 这让我感到很意外 开始我还以为 安娜这些干草 主要用于铺盖在上面呢 看来是我想错了 原来安娜把它点着后 用灰当做肥料呀 接着安娜开始先播种土豆 土豆的选的种子就是长牙了的小土豆 用小刀把它切成小块即可 把长牙的土豆埋进泥土里 最后到了种青菜苗 太阳比较大 安娜搭棚 用芭蕉叶盖住 以免青菜苗被太阳晒伤 菜也种好了 积压喂食都安排好了 接下来就是休息时间 无聊的安娜 顺便把自己的内衣和衣服洗 小猫看完后很好奇的表情 这种地方还可以这样洗衣服 这是个什么样的顶级享受 独自一人 在野外大山里住着白亩大庄园 每天的闲暇时间 就是在菜园里种种地 当别人荒野独居 一天饿三顿的时候 安娜却是顿顿吃肉 不仅有着自己养的鱼肉 连上面的西红柿 也是安娜自己种出来的 就连炒个米饭 安娜都得用三颗 自己养的蛋来炒饭 上级安娜 把菜园围栏装修了一番 利用干草烧成灰当做肥料 今天又是新的美好一天 微凉的清晨 一群饥饿的鸡鸭 从桥上急忙跑过来 原来安娜正在喂食呢 地里的菜苗 也开始密密麻麻地生长 还多亏了安娜达理的好 要是开始没有 把菜园围起来的话 这时这些菜苗 早就被鸡鸭吃完了 鱼池里的鱼儿 长得个头也非常的大个 接着安娜继续开荒新的菜园土地 把地里的杂草 先处理干净 刚把泥土挖松软 一群鸡就过来捣鼓找虫子吃 为了防止种好的菜园 被鸡捣鼓 安娜打算把菜园围起来 贪吃的鸡 莫名其妙地就被围在了里面 安娜没有把鸡放出来的意思 一直专心地打造菜园工作 接着安娜抱来两捆干草 同样的操作 把它全部点着 等火全部烧完之后 安娜开始种起土豆 青菜也种了一片 天刚好快黑了 安娜给刚种好的菜园 洒上一片水 饿疯了的小鸡也是大胆 直接钻进菜园里 叫安娜赶紧给它们食物吃 这样的环境场景真的好美 刚融入新家庭成员 两只猫咪 看着是那么的可爱 小狗也喜欢这样的生活 更爱自己的小窝 懒懒的迟迟不起 调皮的婴儿 也真是调皮 竟然在小猫的眼皮底下 开始跳起舞来 鸭子也游玩得不亦乐乎 只有安娜在那里 不断地在完善着这片庄园 为了能够更好地 在庄园里生活着 安娜把周边长满的杂草 先清理干净 由于鱼池的水 漏到房子附近了 要是时间久了 不把它处理好的话 到头倒霉的 还是安娜亲手盖的木屋 安娜把木屋周围挖出水沟 脸朝黄土被朝天的安娜 经过一早的努力 也是把水沟安排得妥妥当当 这样以后洗衣做饭的水 可以顺着这个水沟流向大河里去 真的很方便积管用呀 重要的事情已处理完毕 接着开始先喂食鸡鸭 这群鸡长得个头好大个了 果然在大山散养的鸡 长得是那么的滋润呀 肉质肯定是比饲料鸡更加的美味了 鸭子也好大只鸭 抢食物好生猛 换做饲料养的 肯定抢食的画面 肯定没那么香 窝里的鸡蛋 已经下得好多个了 这一窝蛋 要是安娜吃不完 可以拿去是吉利麦的 地里自己种的茄子 也很新鲜又健康 到了饭点 安娜好久没有这么好的食材做饭了 今天必须给她安排上一套豪华套餐 安娜今天为了修缮破损掉的竹屋 粉丝们帮她准备了许多的好木材 收到好消息的安娜 开心过头了 仅用一天时间 就完成了竹屋平台的修缮 这都不算傻 还有最厉害的是 她不仅搭建好看又安全的护栏 还制作出精美的梯子 微凉的清晨 随着一声铿锵 明亮有力的攻击叫声 万物复苏此刻开始 院子里花开得是那么的灿烂 香气可飘 实力真是迷人 一大早 狗子正在桥边散步 似乎他们俩啥时候谈的恋爱 估计希望下个月 他们能够生出一窝小狗来 这时安娜正在开始拆家工作 接着把地基继续挖好 方便后续搭建工作 先抱过来几根木材量好长度 利用油锯切除 把木材放进坑里埋好 木材硬度非常高 安娜只好先用电钻打孔 再打上钉子 搭建好了平台的框架 接下来就好办多了 直接用木板整齐平铺在上面 为了能够让木板和框架 更好的贴合性 安娜选择了 把木板交接的地方挖出一个凹槽 细节方面做得相当到位 铺设好整个平台木板之后 最后一步固定上钉子就可以了 今后在平台上跳广长舞都没啥问题了 把边角多余的木板前部切掉 一眼看上去非常整齐又好看 这是安娜荒野独居第59篇 这才是荒野生活的最顶级享受 安娜凭借一己之力 从简单的竹到白亩大庄园 用了三年时间打造了梦幻般的大庄园 由于独自一人 在这深山幽谷中 每天平淡的生活有点枯燥 安娜还在庄园养殖了一群鸭 连小狗也养了好几只了 更是在菜园里挖出鱼池养了弯 小猫时常坐在鱼池旁边发呆 每天安娜的生活非常的享受 早晨起床工作就是给菜园浇灌水 给鸭喂食 为了修缮破损掉的竹屋 安娜准备了很多的木材 花费了一天时间 才勉强完成竹屋的平台修缮 最厉害的是 她不仅对木工的手法巧妙 木材的利用完美至极 简单的木材 经过她一番改造之后 竟然能做出这么好看的围栏和木体 微凉的清晨 一声铿锵有力的鸡声 天也开始萌萌亮起 此时院子里的花朵 经过一碗的洗礼正在争方斗燕 渗透着阳光下 散发出美不胜收的气息 一大早两只恋爱的狗子 正在桥上散步 俩狗子关系可真不是一般 竟然在这么好的风景 偷偷地游玩一番 安娜起床后 先来到厨房批了一些柴火 先煮一些食物 给鸡鸭和狗子吃 下一步来到需要修缮竹屋平台位置 看来昨天平台的修缮效果非常牢固 接下来安娜打算修缮整个竹屋 先检查竹屋底部 看哪个位置老化了需要加固的 底部的支撑柱子破损比较严重 表面看似完好无损的支撑柱子 实则早已被白蚁啃伤得不轻 检查了全部的支撑柱子 确认了需要更换夹固柱子位置 有邮局的辅助下 安娜修缮木屋工作会更加顺利许多 今天耗费的时间竟然不多 一天的空余时间竟然可以制作木桥 这都不算啥呢 安娜还安装设计平台围栏 屋顶漏雨了 就上山去找一些芭蕉叶来弥补漏洞 经过一下午的修补工作完成之后 此时安娜开心的像个还在坐在平台地上逗耍狗子 鸭子们在水里游玩的那么的欢乐 接下来安娜继续开始缝补屋顶工作 真是个能干的安娜 一天的时间很快过去了 这时天空开始慢慢变得黑暗 看来天开始变黑了 手中在怎么急忙地活 安娜不得不先把她放下 暖暖的灯光之下 竟然还有几只鬼鬼祟祟的鸡 还在院子里逛着 等到第二天后 也就没见着鸡的身影了 看来昨晚它们又是熬夜的一天 蜜蜂起的是最早的 狗子第二 小猫第三 鸭子们第四 接下来就到了安娜 安娜起床第一时间 如同昨天般的身影 在菜园里正在给菜园浇灌水 今天的菜苗 已经开始长出密密麻麻的菜苗 经过被水的浇灌之后 菜园里的青菜长得更加的翠绿了 这个女人有多厉害 当别人还在野外三天饿酒顿的时候 安娜早已靠着种植各种山货技术 出产了很多的芋头和生姜 背着一大背搂的物资 来到市集售卖 这么好的薄利多销的买卖 安娜赚得蓬满笑容 一筐楼的鸡蛋最抢手 几下子就被几个大妈全部拿下了 接着又被买走几包 接着又好多包的生姜 全被顾客买下 由于这些安娜种植在大山里 好不好吃购买的顾客最了解了 刚卖完了山货 安娜无意中就发现了一只可爱的小猫咪 很爽快地买下了它 放在杯楼里打算再去买几件新衣服 还顺手买了几颗瓜苗 今天赚来的钱确实不够耐用 各种物资购买了不少 刚赚到的钱放包里还没暖和 这么快就被花完了 安娜把在市集里买的油炸饼 拿出来跟狗子一起分享 接着是穿了新买的衣服 一天没喂食的一群鸡们 看来是饿得不行了 刚撒出去的食物很快就被吃完了 安娜这也是为了报答他们的鸡蛋吧 要是没有他们的鸡蛋 安娜可能买不起新衣服呢 微凉的清晨 一群生猛的鸭子在河里翩翩起舞 一边高歌着嘎嘎声 在我们这里含义是啥咱们不清楚 但放在国外缅店 听着是那么的吓人 嘎嘎声从河边传来 叫醒了安娜的美梦 安娜很清楚 鸭子们应该饿疯了吧 赶紧扛起一篮子食物过来 此时千军万马的鸡鸭群打得过来 钥匙来得慢了 连米渣都没闻到 安娜在打扫鸡卷卫生的时候 看见鸡窝 已经有了很多的鸡蛋 钥匙靠自己吃根本吃不完 钥匙让蛋孵出小鸡呢 根本养不起 一次打算那一部分去市集里卖 顺便去山上看看 之前种的生姜和芋头收获如何 背着碑篓穿过一条小河 爬山抄小路 终于来到种植基地 放下碑篓开始挖货工作 很快生姜和芋头 装满了整个碑篓 这算是一份苦劳 一份收获吧 回到家中 把芋头和生姜表面处理干净 卖相好看才容易吸引顾客前来光顾 第二天刚亮不久 安娜背着一杯搂山货 走了一早上的山路 耗费了两小时 才来到了市集里 看来交通不方便的地方 确实让人苦恼 安娜找到了好的摊位 开始把需要售卖的产品拿了出来 没开始多久 就有很多的顾客开始前来购买 顾客看到这么好的山货 没有太多的犹豫 价格方面安娜给的也相当的到位 很快安娜的回报 也是包里装的鼓鼓的 安娜对这份收获 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货很快就卖完了 安娜也开始收工了 顺便在市集里购买一些自己喜欢的用品再回去 安娜的鸭蛋 刚付出一批小鸭子 安娜蹲下来 在一旁精心照料着 确实 刚出生的小鸭子 确实长得真的可爱 小猫 小狗和鸭子们跟在安娜 已经过上了无忧无虑的生活 闲暇时间就在院子里玩耍 享受着大山里的风景 只有安娜一人 在庄园里干着忙不完的活 上个视频 安娜去市集里卖了生姜和芋头 换了不少的钱 还买上了一件新衣服 还买了好多的家具 这次安娜同样的 刚下完一场雨 安娜打算去山上游走一圈 寻找一些山货野菜 拿去市集里卖 由于城里人们都吃腻了山珍海味 整点野菜之类的 是非常的有食欲感 安娜为了能给接下来的感激 准备足够的山货 安娜走了十里山地 才来到此处 眼看山的前方依然是山 采野菜不能太贪 只要撇掉尖角嫩牙就行 抬头望芭蕉树 果然还是逃不过安娜的法眼 收获很不错 一杯篓装上了满满的山货 看着我都想问安娜要一把 能不能吃我不知道 待一会儿看着安娜 到市集里的售卖情况就知道了 安娜回到家中 把今天的收获放了下来 把它拿出来 细心地整理好 好看的外观 才能更好地吸引顾客前来购买 早上安娜起得很早 所以现在的时间还早 后脚安娜背上山货 准备去市集进行售卖 速度一定要快 不然今早的劳动就白费了 野菜不新鲜顾客肯定是不接受的 越新鲜售卖的出去的速度 就会更快一些 终于安娜来到了市集菜市场中心 旁边附近售卖的菜摊 都是平时大家常见的 果然安娜的货才是独一无二的 只有懂获得老阿姨们 才懂得这山货的珍贵 人间的美食 往往是最朴素的食材 朴素的食材 在市集大城市里 往往是最难得的 就因为是这样的原因 所以安娜的货 才是老阿姨们的喜爱 非常受欢迎 走过来的路程两小时 售卖不到两分钟 全被阿姨们抢光了 看来安娜的背搂装的 还是有点少 下次应该叫个男的 一起去帮忙才行 接下来安娜在市集 购买一些物品 火腿肠是安娜的最爱 顺手买了两根 一根一边吃 一根可以一边玩着 呵呵 开个玩笑 好玩的市集包里的钱 果然不耐用 还没购买多少的物品 很快钱就用得差不多了 舍不得离开热闹的市集 安娜无奈的 还是赶紧回来最初的庄园 因为家里的狗子 小鸡小鸭 还在等着安娜回来呢 当别人在荒野 还在为食物奔波的时候 安娜已经种植了 各种山货和芋头 实现了美食自由 为了想让自己 晚上睡觉的时候 更加的舒服些 今天打算制作一张 上万的体验的豪床 安娜学过鲁斑木匠手艺 仅用一天时间 就打造出奢华的木床 不得不佩服安娜的手艺 木屋的外观 看上去也是那么的漂亮好看 要是你也拥有这样的安娜 你几点回家 每一个令人神清气爽的清晨 随着时间一点一点的推移 院子里的氛围 跟在时间一起热闹了起来 狗子和猫咪的关系 最近越来越好了 连睡觉都是一起的了 只有刚来人间的小鸭子 对环境方面 还得需要适应一段时间 一群老鸭子在河里 不断地在暗示着小鸭子们 总有一天 小鸭子也会跟他们一样 在水里任意游玩 安娜起床 为了满足照顾家禽们 一早上时间手脚从没停过 看起来是比较辛苦 并者快乐着 安娜把之前挖到的芋头 准备制作一顿丰盛的早餐 煮的份量比较多 一个人是吃不完的 狗子们这次肯定又享福了 时间比较久 安娜打算先制作一张豪华套床 先搬运好的材料木板过来 用邮具把它切断 木板材料都准备就绪之后 开始安装出床的框架结构 这一张床比较功能化 要是安娜谈及的男朋友 这张床完全够用 床底不仅可以藏人 还可以当衣柜用 放点其他物品也是可以的 这还没完呢 安娜还安装了一个台面 上面也可以放棉被之类的 看起来非常实用又方便 窗口也用木板固定上 摆上花盆室内的装修 也应该差不多了 大家看上去喜欢这样的房间吗 这时开始到吃饭时间了 安娜去菜园里整了一把小葱 洗干净后 拿到厨房切好 把小葱放进芋头锅里一起煮 香味更加的扑鼻了 安娜先打一大碗品尝味道如何 刚好小猫咪嘴馋了 一起吃了晚饭 接下来到狗子们用餐 吃饱喝足夜深人静 安娜回屋 正准备享受着今天的劳动成果了 今晚肯定睡个好梦 一个本该享受着爱情滋润的花季美少女 却独自一人 在山林里居住了三年 凭借着自身十八般武艺的本领 无论是建造木屋 还是在山林里寻找各种野生食物果实 安娜的荒野生活 一天比一天过得是那么滋润 安娜还靠着售卖各种山火 走上了人生巅峰财富自由 财富自由的安娜 也成功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鞋子 微凉的清晨田园间热闹非凡 各种积压叫声汇聚而来 狗子坐于生物庭院中等着主人起床 一只公鸡正在打扮着自己的着装 转过身来看着是那么的优雅 而鸭子们一人在水上嬉戏游玩 只有怕冷的小猫们 蹲在炉边陪伴着安娜制作早饭 今天安娜想去很远深山里 寻找一种好吃的水果 它生长在很高的树上 安娜先装满一瓶开水 待一会儿虚用得上 今天的上山的目标不大 装满这个碑篓就可以了 安娜来到了棕榈树下 树上长满了棕榈果 看着果实的颜色应该成熟了 随地捡起几颗 品尝一下味道 狗子也很想帮忙 可惜没有手 只能坐在一旁看着安娜 不过陪伴也是对安娜的最大帮助 接着安娜制作一个杆子 头顶那里制作一个钩子 方便摘果子 狗子看见树上掉下来了很多的棕榈果 那兴奋得不得了 安娜赶紧把棕榈果装满整个杯楼 要是安娜一个人吃根本吃不完 但看到树上这么多的果子 要是烂在树上 那得多可惜啊 疑似安娜想着经过加工煮熟后 包装好拿去市集里售卖 这一杯楼装的可真多 把三个篮子都装得满满登登 这回拿去市集里卖 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越想越兴奋的安娜开水烧起水来 水烧开之后 把棕榈果全部放锅里煮熟 空余的时间 安娜还不能偷闲的时候 接着还要把剩余的芋头 全部一起拿去卖 棕榈果煮熟了 拿几颗来先品尝一下 味道好不好吃 这是对产品的质量保证 也是对顾客的安全负责 把煮好的棕榈果 全部分装打包好 售卖的时候会方便许多 细心的安娜果然是那么得优秀 每一份的打包份量 不需要客趁还分装的是那么均匀 把它全部装到杯楼里 关上大门 赶紧把它背到市集里买了 要是再等到第二天再去的话 那品质肯定是不能保证的 好吃的东西当然是要趁热吃了 一回生二回熟嘛 安娜去过几次市集了 这次知道哪条是近路了 这次用的时间 不到半小时就来到了市集 刚把山货拿出来摆 一位妹子就蹲手看着 货还没打开摆出来玩 她就买走了一整包 这才多久呀 一分钟都不到 安娜就把货卖出去了一半 后脚接着又被全部买下 看来棕榈果是非常的受欢迎的 芋头就没那么好卖了 不过最后也是卖光的 接下来就是安娜的购物时刻了 安娜买下了一双喜欢已久的运动鞋 还买了各种家具用品 也差不多到了回家的时间了 再怎么热闹的市集 日落归山之时 再好也好不过 安娜亲手打造的木屋田园 微凉的清晨 喧哗的庄园中 河里有鸭子细水 桥上有小鸭子看热闹 而狗子们跟紧安娜不离不弃 安娜开始调制油漆 河里的使用材料 才能保证自己的工作有节奏感 调制好油漆之后 搬起凳子 就开始用油漆刷在木板表面 安娜忙碌了起来 由于昨晚刷好了墙壁 今天打算把整个木屋全部刷完 刷上的油漆的木板 可以起到防腐作用 看上去也更加的美观 一天的努力成果确实很不错 手上沾满了油漆的颜色 安娜赶紧用清水把它洗干净 第二天清晨 安娜亲手打造的木屋 在幽谷中被烟雾环绕 如同仙境一般 狗子们还躺在窝里 正做着美梦的时候 安娜已经开始拿起油具准备工作 先拿出一块木材 把它切成片 把切成片的木板 继续把表面打磨光滑 这些木板材料 今天对安娜的建造 非常有很大的帮助 由于快到冬天了 要是家里没有个暖炉的话 那肯定晚上睡觉会非常的冷 休已过冬即将到来 每次到深夜的时候 安娜睡觉被寒冷折磨得无法入眠 今天下定决心 安装一个大暖炉 先把墙壁挖出一个洞 排烟管可以从这个位置出去 安装好了烟口 接着又安装设计暖炉口 刚切好的木板 基本都需要用到 量好尺寸 多余地切掉 按顺序叠放上去固定好 暖炉内部设计 也是比较简单 底部平铺上细砂即可 这样以后在里面烧火 就不会烧到房子的木板了 再大的烟也不怕 烟直接从上面的排烟管 排到屋外 还能起到保暖效果 这不比暖气空调效果好呢 还不用面临着交电费的苦恼 安娜先尝试着 在暖炉里烧起火来 此时寒冷的深夜房间里 开始慢慢变暖了起来 这么漂亮又温暖的家 今晚安娜肯定睡个好梦 冬季的山里清晨的天气 让人感到无比的寒冷 毛茸茸的鸭子们 依然在水里游玩的是那么快乐 狗子看着安娜 每天都是那么的忙碌着 显然表现出一脸无奈的表情 还假装快要睡着的样子 冬天的太阳出来就是暖 安娜开始准备工作 先来到材料基地堆放点 看着安娜的生活 确实是很平淡 但很显然安娜从没休闲过 每天都在不断打造新的木屋改造 今后可以享受着更好的生活 安娜把准备好的材料 有好的材料 可以让安娜更好地放开手 和想法去做事 把需要的木材料搬运到屋里来 利用木条当作良尺使用 贴合在墙壁笔画了几下 对比了一下需要用到材料的长度 接着在木条上 测量出需要合适的长度 用笔画线做好标记 利用手工具把材料拒出来 原来安娜今天打算给狗子们建设小窝 制作好整体框架 每一块的木板 安娜的手工木匠安装手法非常完美 木板材料经过安娜的测量之后 每个钉子的固定贴合 恰到好处 先把狗窝的边围起来固定好 接着又铺盖屋顶的木板 这是个三联窝套房狗窝 大家看起来是不是也感觉不错 这还没完呢 安娜开始继续给木屋刷上油漆 经过一碗的风干 效果确实很不错 紧接着安娜继续给大门刷上油漆 白天有太阳 应该油漆干的会快一些 也顺便把狗窝外观一起刷上油漆 真是个命好的狗子们 能够遇见这么好的安娜 体贴照顾着 真是羡慕娜 这才是荒野生活中最顶级的享受 女人在山林里十堆杂乱中 开荒种地 撒上希望的种子 历经几个月之后 原生态自然生长 收获了大量的芋头和四季豆 不仅每顿都可以制作出美味的手抓饼 还在奢华的童话木屋里 和狗子们一起分享品尝着安娜的劳动成果 吃上着一般人吃不上的大鱼大肉 冬季随着半月连续阴雨天气 安娜已经做好了保暖防护 在屋内壁炉里烧起火来 这是可以使屋内的温度更加暖和 狗子们有些还懒在窝里一动不动 聪明的狗子 早已趴在屋内享受着壁炉的暖气 天已经开始明亮了 此时不怕冷的鸭子们 在水里细水游玩 安娜准备拿着一筐食物过来喂饱鸡鸭 这一群鸡一窝蜂跑了过来抢食物 要是动作慢了 估计要饿肚子一天的 只有不慌不忙的鸭子们 还在河边摆起pose 正在给自己梳妆打理 这不比安娜更会臭美 只有狗子们 一直在关心着安娜的劳动性苦 这也是安娜有什么好吃的 都会先给狗子品尝的原因 单身的兄弟们也一样啊 当你很喜欢一个女孩子的时候 你必须行动起来 不要只光在一旁想着 该主动跟人家聊天 或者约出去逛街去玩 也是很不错的 安娜养的狗子也是 每天都黏着安娜不离不弃呢 今天安娜准备杯点芋头 到山田里种下芋头 来年的收获大量的芋头 吃不完的情况下 还可以拿到市集里售卖 换钱卖新衣服什么的 安娜上山的时候路过发电站 由于白天不需要电能 为了让发电机的使用寿命更长一些 安娜决定先把发电机拿出来 等回家路过的时候 再把它安装上去即可 安娜好不容易来到山里的菜园 小时候我们跟着爸妈去干活 不是真的干活 而是去玩泥巴去了 安娜长大了 她来到这片山地菜园里不是来玩的 安娜打算打理好这片山里地菜园 在给矮小又长满果实的四季豆除草同时 还在不断丢掉一些石头 要是把芋头种在石头堆上 没有多少泥土的话 那么明年的丰收肯定是不好的 安娜种上了生姜 用肥沃松软的泥土把它全部埋上 顺手把四季豆全部摘回家 那么问题来了 这种长在地里的有点像红薯 但看起来像树的这样叫什么呀 一棵可以挖出来好多个呢 安娜今天劳动之后收获也是满满的 背起一大背篓的收获 准备回家做一顿丰盛的晚餐 犒劳一下自己 路过发电站 顺便把发电机装了回去 晚上有灯光 这样的荒野生活 谁不羡慕 安娜把今天打得来的食物 先扒掉外皮 接着把它刷成粉 挤出水分之后 等它全部沉淀 再把上面的水倒掉 紧接着倒进平底锅开始煎起来 这是所谓的手抓饼制作过程吗 看起来的好好吃的样子 火炉边还可以一边烤着鱼 刚好鱼熟了 手抓饼也煎好 好吃的东西当然是要在好的地方吃了 安娜把做好的晚餐 全部拿到童话木屋来享用 此时狗子们跟着安娜了一天 从没离开过半步 等的就是这一顿晚餐 有饼有肉确实好吃 通过自己的劳动成果 拿物资到市集里卖 数钱数到手软 是什么样的体验 安娜用了三年时间 在优美的深山幽谷中 不仅建造了漂亮的木屋 不仅在院子里饲养了一大群鸡鸭 还喂养了好几只听话的狗子 历尽半年的饲养 喜欢在水里游玩的鸭子们 也开始产出了第一批鸭蛋 由于在大山里 安娜好久没穿上新衣服 今天打算拿一些物资 拿到市集里卖 雨后的天气 安娜独自一人 来到了竹林山上 刚好到竹笋生长季节 由于竹笋还没长出来 寻找的时候 需要仔细才发现 有些竹笋 也长出泥土一小间 经过一下午的努力寻找 收获了大量的野生竹笋 再一次收获 满满踏上市集售卖之旅 实现了财富自由 数钱数到手软 微凉的清晨 宁静的清晨幽谷中 开始热闹了起来 随着宫鸡鸣声 新的一天 也拉开新的生活 清晨的幽谷 美鲜如画的青烟鸟鸟生气 冬天只剩最后一朵豆艳的大红花 坚持着最后一口气的执着 菜棚上的西红柿 用自己的凋零的枯叶 证明了冬天是那么的无情 也迎来了春天的 雷雷硕果的丰收 窝里的狗子们 还酣睡在窝里正香 安娜起床后 先把院子里打扫了一遍 鸭子们正开心地在河里吸完着 刚好发现安娜拿着一筐搂食物 正向它们走过来 此时一窝蜂鸭子们正赶了过来 安娜投喂好了食物 顺便拿着篮子到河里捡起鸭蛋 心想着 捡了这么一大篮子的鸭蛋 一个人根本吃不完 拿去市集里卖呢 看着又有点少 疑似安娜打算再去山里 挖一些野生竹笋 很快安娜来到竹林基地 竹笋还没长出来 只好用洛阳产仔细寻找着 安娜挖出了第一根 很嫩又大个的竹笋 看来这片竹林里的竹笋 是非常多的 没经验的人到这里 只能摇头就离开了 安娜在荒野生活经验 是非常的充足的 很快就挖出了好多的竹笋 虽然看起很辛苦 不过安娜非常的开心 一边挖着 一边笑容满面 这回肯定能卖个好价钱了 很快安娜收获了一大杯楼的竹笋 回到家中 先把它们全部处理好 只有卖相好看顾客才看得上 售卖的速度会快一些 时间来到第二天 安娜背起准备好的竹笋和鸡蛋 背到市集里去 清晨的市集已经挤满人群 好多顾客已经在菜市场闲转着等待好货到来 安娜先把漂亮好看的竹笋拿出来摆 每一根的竹笋 看起来都是非常新鲜又大个 很快周边开始围满了顾客前来购买 还没到几分钟的时间 安娜已经把物质全部卖光了 此时大家也看到了安娜数钱的样子 看来这次赚来的钱 可以购买很多物资了 安娜买了好多吃的 此时市集里的氛围更加的热闹 安娜无奈之下还是要赶紧回去了 想起着家里的狗子和鸡鸭等着她回去呢 安娜不仅在深山幽谷中独居了三年 盖出了奢华的纯手工木屋 还在野外腌制了猪腌肉 利用自己种出来的青菜 制作出一罐吃不完的酸菜 在院子里还养了好多的鸡鸭和狗子 当别人正在荒野中 三天饿酒顿的时候 安娜此时还跟大家一起分享了 土豆焖猪脚美食 微凉的清晨幽谷中 热闹的鸭子们 已经在水里游玩得如此欢乐 此时安娜忙碌的身影 正在院子附近 挖出了一头很大沙浆 此时怕冷的狗子 还趴在壁炉旁边 正享受着暖暖的冬天 这是安娜昨天在市集里 买回来的一大块五花肉 安娜想着这样熏着也不是个办法 一个人吃呢 又没那么快吃完 疑似想着把它全部拿来腌了 这很多人也是有疑问的 为什么不抹上盐后 放在火堆上烟熏呢 其实安娜也想过这个问题 由于腊肉太难洗难处理了 安娜才想到这么好的办法的 打算拿这些肉来做腌肉 一来可以保存很久 味道更加美味 二来想吃的时候非常的方便 开封即可拿来制作出美味佳肴的菜 清洗的时候也非常方便 安娜先用清水清洗好平底锅 把清洗好的平底锅 放在火堆上进行烧热 把糯米倒进平底锅里 小火慢炒 糯米炒出香气 将糯米水分全被炒干之后 这样用来腌肉 可以更好地吸收腌肉里的油脂 这样腌肉吃起来才不油腻 安娜先把挖来的沙浆 处理清洗干净 安娜先把猪肉分切成小块 嘴馋的苟子 前来转悠半天 好像闻到了肉香 连觉都不愿意睡了 安娜也好心点了狗子一块肉 河里的鸭子们 吸吸水游玩闹着 让荒无人烟的幽谷中 增添一份快乐和热闹 简直就是个开心果 此时幽静的田园间多了些喧闹 把沙浆放入咬子里 用锤子捣碎 再把捣碎的沙浆倒进肉盆中 接着又在咬子里倒入炒好的糯米 检查看糯米捣碎的程度 感觉可以了差不多了 直接把捣碎的糯米全部倒进肉盆里 基本配料都安排好了 下一步就是把它们搅拌均匀 把搅拌好的腌肉全部放入坛子里 使用坛子腌肉 可以保留着食物原本的味道 还可以保证食物味道不会变质 最后再用叶子进行密封处理 腌肉保存也就做好了 估计一个星期之后就可以拿出来吃了 多余的猪脚肉 可以拿来制作今夜的晚餐 把猪脚放进锅里焖煮出浮沫 等待空余时间 安娜到菜园里挖了一堆土豆 这么安娜种出来的土豆 跟我们平时的土豆不一样吗 正常的土豆不是黄的吗 为什么安娜种挖出来的土豆是绿色的呢 我之前听专家说过 吃这种发绿的土豆是不可以吃的 但有个专家说过一句话 吃泡面不健康 有个博主回应说 我都穷的 连泡面都快吃不起了 我还在乎这些小细节吗 安娜也是这么想的 竟然直接种出来的土豆 没有添加任何科技与狠活 为啥不能吃 说的也不无道理 接着安娜把老的青菜全部收割回来 要是这些青菜再过几天 可能就要烂在地里了 安娜赶紧把它全部处理好 把青菜清洗干净 接下来大家知道安娜需要用这些青菜做什么吗 没错 安娜打算腌制一罐酸菜 晾晒干青菜后把它全部切成段 非常细心的安娜 把切好的青菜段塞进罐子里 刚好安娜的土豆焖猪腿也煮好了 今天肚子也饿得不行 这次吃饭也是要拿大碗的 先来上她一小块肉 这味道真是绝了 嘴馋的小狗正啃着安娜刚丢掉的那根骨头 啃得如此津津有味呀 优优独播剧场